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那么重要 虽然你们所显化的肉体样貌 跟我曾经认识的你们不同 但我很清楚地认出你们来了 我是约书亚 曾经在地球上以耶稣的身份生活过 是跟你们一样的人类 对我来说 身为人一点都不陌生 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现在要来支持你们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就要来了 一种转化正在发生 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与它的强烈连结 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我的事 在地球上 我是个血肉之躯 与基督能量建立了通道 基督能量透过我流向外界 那是我当时对地球最大的贡献 但基督能量不是只属于我 而是属于所有人 你们每个人都在拨下一颗种子 将基督能量的一部分带入地球 这是你最大的成就 这个从旧转化到新时代的过程 震动了许多事物 将它们连根拔起 例如工作与金钱就被根除许多 因为这是旧能量特别活育的领域 可以被归类为权力与小我的能量 旧能量在这个领域极度活跃 你们会因此觉得 在金钱和工作的问题上 很难找到平衡的态度 在工作、公司或同事之中 你们会遇到交际问题 很多次你们自问 我该如何应付没有相似之处 却每天围绕着我的能量 在新旧遭遇之际 你们希望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摩擦 我想从身体能量中心的角度 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能量场都包含七个脉轮 或者说能量中心 意志处于太阳神经丛 也就是第三脉轮 而权力与野心就坐落在这个 个人意志中心 在旧能量时代 人们过度依靠这个中心而活 于是非常在意输赢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即使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态度通常源自于恐惧和失落感 我并不是要批断这些能量 只是想指出 它们通常活跃在太阳神经丛 也就是第三脉轮中 再往上一个脉轮就是心轮 心轮将你们与自己的更高本源连接在一起 那更高本源是你们曾经待过的能量领域 你们从那里带来与权力及小我的能量 形成鲜明对比的理想 目前的意识转化正由太阳神经丛转向心轮 这并不代表太阳神经丛 应完全被抛弃或推到一边 你们不应该摆脱小我 这次的转化比较像是将方向盘 转向另一个生命层次 并且在此过程中 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心的能量上 你们所有人都在某方面完成这个目标 也许是在个人生活中 或者是在工作和创造领域 每个人都对能量向心移转有一种亲切感 你们都能感觉到 这样的生活方式更充满喜悦更平静 至于如何处理内在及身边的小我能量 基本准则就是由心出发 去连结太阳神经丛 也就是意志和小我的能量 去连结太阳神经丛的能量 并以慈爱且温柔的方式引导 工作、创造力和金钱领域的丰盛 有赖于心轮与太阳神经丛的连结 那么要如何知道你们的行动是由心出发 或是出于恐惧和小我呢 我想提出心之能量的两个重要特征 这两个特征或许可以帮助你们 在日常生活中认出它来 第一个特征是没有挣扎 只有轻松与简单 我称之为轻松的流动 你们都习惯辛苦争取自己想要的事物 尤其是在工作领域 总有许多竞争和权力对抗 你们常常要以自己所不是的样子行事 以获得认同和赞赏 这与你们心之所欲完全相反 心渴望的是一种更自然的灵在 心的能量天生就不会施加压力 非常温柔 它透过直觉与你们说话 轻柔地催促或建议你们 从来不会告诉你们 任何在情绪上充满恐惧或压力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 你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 事情是否顺利 并找到让他们自然进展的方式 或者你们是不是重复在自己 试着完成的事情上遇到阻碍 如果是后者 那就表示你们没有 或者并未完全与心之能量调整至一致 心之能量的秘密就在于不是透过强迫 而是藉由轻松与柔和展现奇迹 感于相信直觉 是与心的能量流调整到一致最重要的方法 在工作和创造力的领域 以直觉行动 即使这样做违反工作环境的文化 将为你们创造出想象不到的可能性与机会 这会让你们离自己的神性自我更近 在新的层面上 为你们注入力量 也会为你们吸引到那些 实现自己心之所欲的人事物 当你们在工作上遭遇问题 当你们觉得在工作环境中的位置不适合时 花一些时间独处 找个寂静的时刻 放掉自己从社会环境中 吸收到的所有思想和观念 也放掉所有伴随而来的恐惧和忧虑 试着从心中一个很深的寂静之处 来看那些思绪和情绪 以他们本来的样子来看待 他们只是遮住太阳的乌云 而不是你 进入你心中阳光的核心 问你的自我此刻该怎么做 与你古老而充满智慧的心 也就是最高创造力的源头连结 请求直觉告诉你 此刻如何做是正确的 不要基于外在意见 基于社会规范而行动 尤其是在工作领域 在这个领域的社会或集体意识 是惦记于恐惧 恐惧丢掉工作 恐惧社交失败 恐惧贫穷 这些恐惧都可能遮住你的直觉 但内在的声音会告诉你当下该怎么做 关键在于你必须敢于倾听这个声音 那么你就会看见它带给你真正的答案 当你尝试进入内在的核心时 自我怀疑可能会挡住你的路 让你认为心中所感受到的直觉和意象是不实际的 错误的 然后将之摒弃 自我怀疑可能会阻止你相信 在面前展开的灵性之路 我这里所说的灵性之路 是指可以带你们接触到自己最高创造力源头的体验之路 那创造能量希望透过你流出来 这些能量已然存在 但唯有透过倾听和信任自己的感觉 才能认出并将它们显化到外在世界 灵魂透过感觉跟你说话 没有任何外在的保证或担保 信任是最重要的 允许感觉带着你走 并依照直觉行动 就是在敞开来接受新的引领 真心地从小我意识转化为心灵意识 以太阳神经丛为主导的时代 已经濒临结束 你的灵魂此次转世的目的 是要摆脱这种存在方式 因此你感受到一股想要透过自己的心 来表达创造力的强烈冲动 我请求你在这个阶段信任自己 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 因为你已经将极度珍贵的新能量 带入这个世界了 这种能量常常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造成改变 你所做的比自己了解的更多 透过相信心的流动 勇于跟随轻松之流 你促进了新时代诞生 所以不要怀疑 继续走上你的路吧 新的能量远比充满竞争性 且严厉的能量安静 柔和得多 正因如此 在被小我能量包围的情况下 要安住于心 非常需要勇气与力量 不过让我告诉你 依随心之流 最终会带你走向非常真实 且实用的创造可能性 并在物质层面 为你带来丰盛 所以 跟随这股流动 是充满信任与勇气的行动 我说过 要提出心之能量的两个重要特征 先从轻松的流动开始 接下来 我要来谈谈丰盛盛的流动 也就是我所谓的充足之流 丰盛的流动 生命中真正的丰盛 源自心的能量 丰盛跟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有关 从肉体 物质层面到情绪 社会和灵性层面 而你本该在各个层面上 享受并滋养自己 在这里 我想特别聊一聊 物质丰盛的问题 因为它对光之工作者灵魂来说 尤其重要 光之工作者和灵性理想主义人士 通常会谴责金钱 他们认为金钱有罪 是较低层次的能量 而他们之所以谴责金钱 是因为他们把金钱 跟牺牲别人所取得的权利和财富 联想在一起 金钱几乎成了权利的同一词 这种联想是你们许多人的物质丰盛之流 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 对灵性充满热情的光之工作者 也把金钱视为生命中 没有价值的琐碎事物 需要被超越 许多这样的信念 可以回溯到 朴素和境遇的前世 在这些前世中 他们大多离群所居 一心求得灵性解脱 这些前世的能量 依旧在他们的能量场中共振着 导致某种严厉 让他们变得狭隘 然而 金钱是无罪的 它是一种能量的流动 实际上代表的是纯粹的可能性 金钱提供了机会 金钱代表可能性 这没什么不对 接受金钱也不表示 你牺牲了别人的利益 利用金钱 你可以为他人创造美丽与美好的事物 透过喜悦地接受金钱 你为自己和他人扩展了丰盛之流 创造的螺旋也一直在产生接受之流 所以接受和付出才能达到平衡 这就是新的行事方法 所以不要害怕接受金钱 看到你们真诚地和世界分享自己出色的天赋与才能 却依然对于世界要求并接受自己所要 所需要的有所保留 真是令人难过 许多成就的评断阻止你真正支持自己 去享受接受的那一部分 但是宇宙的秘密在于平衡 他知道你在各个层面都需要支援 才能在一生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潜能 这些事一点都不罪恶 当你真正重新出发去创造 也会吸引一股接受之流 而唯有允许他进入 你才能让向外的创造之流保持生气与活力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阻碍生命中的金钱之流 或者没有察觉到自己对金钱的反感 花一点时间 检视内在最深处对金钱所抱持的想法和情绪 如此就能轻易看出他们如何阻碍你生命中的丰盛之流 请注意 你是来享受地球生活的 因此 享受那些感官愉悦或激励心灵的美丽事物 是再自然不过的 这是你的家 你还要在这里待好一阵子 所以请允许自己去创造你想要的物质环境 单单去爱地球和物质实相 你就会创造出一股丰盛的流动 地球会听你的 因为它想提供你需要的一切事物 你并不只是以灵性存有的身份生活和进化 你也是个人 也需要单纯地享受生活 因此 请仔细思考 自己内在最深处对物质丰盛所抱持的态度 并感受丰盛之流 其实是提供你机会 去帮助建造新地球 并在这最稠密的实相层次 完成自己的梦想 现在不是远离人群 在山顶独自尽心的时候 而是要参与 让自己的能量流入这个世界 并坦率地接受所有的回馈 不要害怕接受风吟 因为尊敬自己的投入 并为自己的努力 接受充足的回报 才能成为具有健全灵性的人类 我想谈一下充足 这个词 先前我说过 心智能量的第一个特征 是轻松的流动 当事情毫不费力就成功 而且你需要的一切 都自动出现在你的路途上时 就表示你正在跟随自己心的流动 第二个特征 我称之为充足之流 第二个特征 我称之为充足之流 充足的意思是 为了成为完整的人间天使 所需要的一切 我现在都可以得到 活在充足之流中 意味着你对自己所拥有的 感到满足与感恩 你觉得自己被环境滋养 无论是在物质 情绪 头脑 还是灵性层面 这就是丰盛 就是充足 感觉到充足之流 表示你可以享受 自己此刻所拥有的 大家都知道 体验丰盛是一种主观的心智状态 取决于情境 物质上的丰盛度 并不一定和你体验到的 愉悦程度有关 体验丰盛跟金钱的富足 并不相关 而是看你能否在周遭的一切之中 体验到富足 你必须自己发掘 可以满足你 让你圆满的那种物质丰盛 对有些人来说 这可能意味着独居在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 尽情享受大自然 对另一些人而言 则可能代表移动城堡豪宅里 让他们得以享受尘世的喧嚣 不管是我们 还是神或圣灵 对此都没有任何评断 你必须找出 充足对你个人的意义 关键就在于找到那种 让你觉得快乐 让你觉得自己活出了生命的极致的流动 这就是充足之流 你不是透过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数量 而是借由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喜悦 和满足感而认出它来的 充足是一种感觉 不是一件物品 有两种方式 会让你和这股流动 不再和谐一致 要的太多或要的太少 如果要的太多 你会渴望拥有那些 自己其实并不需要 或无法真正享受的物质财富 而太多所有物 让生活变复杂 其实是会带走一些喜悦的 因为喜悦在美好而简单的生活中 才得以焕发 当你想要的太多 常常是因为希望给未来一份保障 你可能仅仅为了金钱带来的安全感 而对有钱的感觉上瘾 但这不是体验当下的富足 而是在物质富足当中体验匮乏 想要真正活在充足之流中 你必须放下恐惧 敢于尽情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 然后这样的享受 会吸引更多同类来到你的生活中 维持充足之流 不过如果你开始想着自己需要更多物质保障 就会进入恐惧中 你需要的反而是更多的信任 更少的恐惧 如果满足于太少 你也是被困在恐惧之中 不过这里的恐惧是害怕真正向世界敞开 表达自己 并从中获得回报 你害怕将生命活到极致 可能是认为自己不值得 做不到 或者觉得成为自己 并因此完全获得认同是有罪的 你需要的是去感受自己天生的美和纯真 应该要表达自己 并因为你本来的样子而被爱 当你与世界分享自己灵魂的天赋时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丽 闪亮 然后它也会让你获得充足 作为回报 宇宙是以丰盛为动力而运作 你可以成为这流动的一部分 只要你敞开来 接受自己真实的本质 纯粹而无条件的爱 充足是本体的自然状态 你们都是来体验充足的 充足之流对所有人敞开 满足于太少毫无意义 透过境遇和自愿接受贫穷 可以在灵性上提升自己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 如果这样做 你很可能会产生苦涩的感觉或敌意 所以请不要试图为自己缺乏丰盛 寻找某种灵性借口 你们来到这里 是要将生命活到极致 让自己的创造性能量流入这个世界 并接受喜悦 满足和物质丰盛作为回报的 创造充足之流 当你觉得自己与充足之流失去联系时 去看一看自己此刻的生活情况 并将这件事解释为给你的能量讯息 这就是我当下创造出来的实相 不要因此批判自己或其他人 就只是注意 然后去感受你目前所处环境的能量 不管是你的房子 社交生活或工作 将它与你内心真正的渴望做比较 花一些时间去好好感受 什么是你想要的 不要以模糊的不满足或不安分感堂塞 而是要清楚地定义 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 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 因为没有它而产生的匮乏 注意因之而起的痛苦 但不要逗留在这匮乏和不满的感觉中 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要让你有不好的感觉 而是要让你专注在自己的渴望 并且深刻了解到 这是你灵魂希望你拥有的 要相信这些渴望 指向你的灵魂此生计划要走的路 而宇宙会支持你实现心之所欲 专注安静且开放地察觉 你这些忠心的渴望 就足以改变发生 了解自己本质才是日常生活中 引发改变最大的磁铁 所以在物质层面 推动改变是没有必要的 甚至是没有用的 关键是要深刻 但不带情绪的感受你想拥有的 然后将它交给你的心 只要放手和信任 你生命中的事物会开始发生变化 或许你会先开始更仔细地解释 你在思考 感受及对别人的反应方面 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 然后那些与你真正的目标 不再一致的人际关系或工作 就会打散和疏远 你可以确信 自己会进入一股流动之中 它会带你前往你的目标 过程虽然缓慢 但一定会发生 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 发生的事情上 因为人们对你说的或做的 常常包含一些隐藏的讯息 可以让你知道此刻离目标有多远 所有可以让你实现 忠心渴望的物质层面需求 都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毫不费力 它们将以轻松 优雅的方式进入你的生活 看起来或许像奇迹般不可思议 感觉起来却又完全可以接受 你会发现 让它们到来的 不是你的掠取 努力 推动 和强迫 而是因为你安静地 觉察自己最真的需求 诚实地面对渴望 并且有勇气去信任 然后放手 以如此的专注 与诚服 来荣耀你新的渴望 将为你带来充足的史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